新北環狀縣通車滿一年 不過目前已經完工的只有中環段 北環南環東環是接下來的重大工程 橫跨14個行政區 42個站體 北環南環將陸續發包 預計今年開工 而被視為北捷最後一塊拼圖的東環段 中央正在審議中 市長柯文哲也力拼在任內開工 那東環縣的話 現在正在中央在審核當中 我也希望說 如果可以讓我任內開工是最好 再不行也希望說 下一任市長第一年內可以開工 北環南環及東環預算高達2300億 柯文哲希望為自己留下政績 也添加新意 成立捷運美學小組 打破大眾搭捷運擁擠燈光灰暗的印象 要把環轉線的每隔站 與公共藝術做結合 設計北環南環東環的時候 除了以車站為重心的小型都市計畫以外 還有一個很重大很大的要求就是 要做得漂亮美學 北捷目前有131個車站 加上正在興建的新意縣東延段和萬大縣 其中新意縣東延段2023年底就能完工 北捷從當年的碧路藍旅 一步一腳印的遍地開花 巴拉新聞綜合報導 民生八方式 近在一小時要訂閱 不要忘記要按小鈴鐺喔